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东施孝萍 传说春秋时期,越国有个美女名叫西施 她长得非常漂亮,无论怎样打扮,一举一动都是很美的 西施有个心口疼的毛病,犯病的时候总是用手按住胸口,皱紧眉头 她这副病态,在别人眼里也是很妩媚可爱的 西施的邻居中有个名叫东施的女孩 她是个长得很丑的姑娘,她看西施的病态表情很美 于是就照葫芦画瓢的模仿起来 她本来没病,却也用手按住胸口,把眉头皱紧起来 以为这样就美,然而人们见她如此装模作样 都觉得她更丑更难看了